Pure 只有一个音节 就是在U这个字 这个字母本身就是念成U 所以Pure Pure Pure这个字的词类 是属于形容词 我们中文翻成纯粹的 纯净的 我们看英文解释 Not mixed with anything else 那这Mixed 在这边它注有它这个过去分词 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没有被其他任何东西 混在一起的 那这个Mixed原本就是混合的意思 没有被拿来跟其他任何东西 混在一起的 那就是非常的纯粹 非常的纯净 Pure 我们看英语 This big bell is 100% pure gold That's why it costs so much 它说呢这个大宗 Is 100% pure gold 纯净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边的Why it costs so much 由一文词 Why引导一个名词指句 当作整个句词的主词博语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它的名词的词类 好 名词词类 我们看音节呢 第一个音节落在PU 念成PU RI念成R 最后一个音节 TY 我们念成T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Purity Purity 那Purity 主要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纯净或者是纯洁 我们直接看例句 This new bottled water sells well because of its purity 它说new bottled water 各位这么看到 bottled bottle原本当作名词 是瓶子的意思 你加ed之后呢 你就知道了 它是当动词来使用 把它装成一瓶 把东西装成一瓶 我们就叫做bottled 这是一个过去分词的表 被动当作形容词 这个水不会自己跑到瓶子里面去 一定是被人把它装到瓶子里头去 所以我们说瓶装水 指的就是bottled water bottled water 所以他说呢 这个新的瓶装水呢 sells well 它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卖到下下叫 对卖的生意 生意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呢 because of its purity 因为它的水质非常的纯净 因为它的纯净度 because of its purity 好 所以这个字呢 名词念成Purity 它的形容词呢 是pure 纯粹的 纯净的